美国大选经常有这种事业惊奇 或者又是有惊奇 别出在中国 一出在别的算了 我们这位吃瓜去弄去看 今年的这个民主共和两党 它这个会议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主要是这个线上的 是吧 原来两党代表大会都是线下 很热闹 就像个节日一样 但今年的确实比较凄凉 就是这个现场人很少的 它主要是通过网上来直播 所以这在美国侵权市场很特别 因为疫情 当然也因为现在网络发达了 然后呢 线上这样播 对我们观察者其实有个好处 就是说可以对他们的正刚讲话 就是更关注 而不是那种知己 因为线下的花絮会特别多 然后你就冲淡了主题 这一次呢 应该讲 这个两个总统候选人呢 就中国的话 特朗普讲的特别多 是吧 特朗普的党纲里面专门有一节 是怎么应对中国 所以对中国的重视是明面的 一个是党纲里面有中国的内容 一个是他讲话里面老提中国 当然是很批评性的 拜登的讲话呢 有个特点 就是提中国很少的 我觉得啊 大概是这样 就是中国议题啊 现在被那个水炒得太热 被那个特朗普 而中国问题越热 对特朗普越有利 所以干脆我不碰这个题目 我缓一缓啊 这个另外呢 就是现在中国问题上 他有可能也不好表态 因为现在整个美国的民意啊 就是对中国比较反感的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 就是皮优 这个调查中心 他们那个数据 就是73的美国人 对中国很反感 所以现在这个民意基础非常差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对中国比较强悍是主流 那么老特是够强悍了 拜登再去讲吧 好像也得不了分 是吧 干脆就有点回避 所以我的感觉啊 就是好像拜登 其实有一点有意回避中国 但是党纲里面呢 也涉及到了 就是很多人注意到 民主党这一次 清选党纲啊 就是在涉台问题上 是把这个原来一直讲掉的 一个中国政策给拿掉了 就把它模糊化了 就是是不是意味着以后 他就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来 倒不能这么说 但是他 我觉得他想模糊化 模糊化呢 以后呢 给他以后的政策调整 就留下了空间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大 不是一定意味着 他放弃一个中国政策 但可能他以后 上台以后 他拿这个跟你谈判 因为他有的模糊空间嘛 对吧 然后因为现在拜登先生的团队啊 并不明朗 所以现在我们只能根据拜登先生 目前的言论啊 还有党纲 还有他过去这个比较依赖的 这个外交政策专家啊 来判断他的对华政策和外交政策 我只能粗略地估计啊 他的整个外交政策 会回到民主党的常规政策 就是会相当重视多边主义 而不是老特这样 特立独行单边主义 知道吧 他会在 比如气候变化问题 他很可能还就是回到巴黎协议 然后在我们亚洲 可能他就是会重新回到那个TPP 另外其他的贸易政策 他也会不像现在这样打贸易战 他会谈判 也要对方浪步 但是不会 他动不动就是制裁啊 什么东西啊 就整个来讲啊 他的外交政策是回到 传统的民主党多边主义 然后呢 会更重视像这个气候变化呀 人权啊 这个金融稳定啊 这种议题 安全政策上呢 他应该是亚洲 欧洲 这个都很重视 那么就中国来讲呢 就不变的 是就是对中国啊 是防范心理很强 就是两党现在都把中国当对手 这个是一致的啊 但是处理与中国的方式 可能还是不同的 老特的特点就是很极端 扎扎扎呼呼啊 这个吓唬你啊 这个就是坐地起价那种 就地还钱 那个他呢 可能会应该是在对华政策上 第一次 但是处理的时候会柔和一点 应该会更柔和一点 这么说啊 就是中美关系啊 无论谁当选 总体来讲 中美关系都是比较严峻的 我们得做好心理准备 对谁都不要抱幻想 抱幻想你会失望 会被动 对谁 我们都很现实 很冷静地判断 不抱幻想 随上台我们都跟他打交道 从我们的利益出发 尽量地维持中美关系稳定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 然后 但是针对他们的不同打法 你可能得准备不同的应对之招 一般认为 如果是拜登上台 他用的人 都是比较传统的建制派外交精英 这些人的特点就是 职业技巧很好的 讲话很柔和很礼貌 但是维护美国的利益 那是很坚定的 这是没问题的 然后 他会利用现在的多边机制 利用农友体系 来一起向中国施压 所以拜登上台以后 这个矛盾的尖锐性会下降 但是矛盾的复杂性会上升 应对起来要复杂点 好 特朗普继续执政 我相信这样 比拜登 他矛盾尖锐性要尖锐一点 因为他那个做事比较极端 或者我刚才讲的 他比较喜欢诈谎 然后他用的人 也都是比较极端的人 他就很奇怪 他用的人比他还奇怪 所以大家都觉得跟他打交道很难 因为不知道这个谈判的时候 下一步干什么 因为我 比如说我们要谈判 我最好是了解你 知道你基本的思路 对吧 我们可以交换 现在全世界都困惑 这老兄下一步干什么 不知道 所以大家都看他的推特 我记得是有一天 出现了一个事 就是他的那个支持者 在俄勒冈州的一个城市 叫波特兰被打死了 对吧 因为我老头那天激动 一个晚上发了二百多条推特 几分钟一条 我看很多咱们那个网上大V 说我算是勤快的 他发不过这老头 是吧 所以身体真好 其实是四岁了 气愤 就是他的心爱之人给打死了 气了 一个晚上不睡觉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面对的情况 如果他继续执政 就是在外交政策 包括对华政策上 他会比较极端 这样的矛盾比较尖锐 但是可能应对比较简单 因为他是一个独行侠 单打独动 所以这是他们两者的区别 但是反正就中国来讲 我觉得目前 我们政府的态度可以的 就是两个 我不选边站的 我保持中立 然后谁上台 我都跟你打交道 然后针对你们不同的风格 拿出不同的应对 知道 对吧 然后关键还是把自己家里的事做好 这个 最后可能还要讲一点 就是说 一般很多中外观察家 都劝告中国政府 说从现在到11月3号 就不到两个月了 对吧 到了要防止老头发疯 所以这两个月 中国可能特别小心 是吧 就是过了那两个月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老头肯定会理智一点 但是这两个月就是得特别小心 这个 一个就不惹麻烦 还有一个就是做好各种应对准备 准备工作搞得很扎实 然后姿态柔和低调 不不不不不 这个大概是现在那个很多人的劝告 这个劝告也对的 而且我看中国政府也在这么做 希望 我作为一个平民吧 中国的一般老百姓 我希望就是说 哎呀 不要出现 美国大选不要出现那个很意外的 叫十月惊奇 美国大选经常有这种十月惊奇啊 或者要是有惊奇 别出在中国 一出的别的算了 我们作为吃花群众去看 别出来中国 是吧 这是期待啊 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 是吧 乘坐应对 然后扎扎实实做好我们的基本工作 也就这个样了